擴立台灣史詞文化博物館碑南文化公園展示廳重新整修 關閉5個月31號重新開放被民眾參觀 新的展廳改善了盜欄動線 也增加了包括3D雲炮展覽圖 在內的互動式展覽區 消失的台灣雲炮用電腦3D 繪圖畫在牆上重現它過去在山林中與人類搏鬥爭取生存空間的樣貌 現在也利用攝影角度的變化 令人好像又回到史詞時代的環境一樣 這就是國立台灣史詞文化博物館碑南文化公園展示廳花了5個月整修 31號重新開幕的展覽 除了消失的台灣雲炮與人類的互動 還有史前人類拔牙的情景 以及石板觀無藏區的3D圖畫 也可以與遊客在虛擬的空間互動 碑南文化公園展示廳主要以考古現場展覽為主 不過新的互動式設計和史前玉石文化的展出 可以令遊客了解台灣史前的環境和文化 推廣愛護台灣環境的理念